随载SUV经济燃油性大幅的提升 加上拥有空间大的优势 因此现在的休旅车 可以成为市场上面炙手可热的车型 因此各家车厂也纷纷推出了 各种大中小各种尺寸的SUV 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那到底哪一种V才是适合你的V呢 如果你要是选对的话 满载的是一整车的欢笑 可是如果选错的话 不只是伤了荷包 可能还会伤了一家的和气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如果你家里有超过五人承载需求的话 到底在市场上面 你可能会选择的是朝向 七人座的SUV来选择 我们请乃哥帮大家点点名 其实在150万 甚至于在100万之内 你就可以选择到七人座的SUV 是不是乃哥 其实在这个150万集聚以内 其实的选择性还蛮多的 真的 其实这七人座的尺寸 大部分落在150万以内的话 大概应该都在4米6以上 也就是说他的车厂 大概可以装上7个位置 就是我们说的 有的是5加2 但是他有时候空间上会有一点差别 我们来看看 其实现在150万以下 大概可以买到这个6台车 就Lustian的URX 还有Mitsubishi的Outlander 这个Volkswagen Kia Hyundai Skoda 其实都有 也就是国产进口都有这样子的选择 日系欧系韓系 偷到齐了 那我们来看 其实我们来看 上面这三台好了 我们先来看 URX 其实我觉得他在这6台车中 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他的选择比较多 而且作为国产车的一个自主品牌 来说的话 他有5人座 有5加1 还有7人座 所以当然他的那个价钱的配置是不一样 那他最主要除了在空间上的这个 跟其他的车比较不一样 就是在空间上的应用 配置上不一样 之外的话 就是说他的这个智慧型的系统 比如说他中间的这个中控台的荧幕 包括他还有PM2.5的侦测 甚至防治 在这边的话 也就是说他比较针对台湾消费者的市场 来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我们最常说的进出第三排 他有一个一键倾倒的装置 那是自动的 其实对台湾很多消费者来说的话 他会比较便利 便利一点 而且会比较习惯这样的东西 那当然我觉得Outlander 应该说是在这一个也是 我们这个7人的SUV中 算是一个长青素了 然后他卖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 但是你知道在最近 有做一个调整 譬如说他把这个四驱的系统改掉 譬如说他有一个7人座的话 我们针对7人座来讲 因为他有5人座 7人座的话他只有两款车型 一款就是顶级的110.9万 另外一个人就是99.9万 听起来说这99.9万 就在100万以内 不过这个是要接单才能生产 那他跟这一个顶级的110.9万 差在哪里 其实大概在一些舒适型的配备 譬如说电动座椅 两边驾驶座跟副驾驶座的电动座椅 还有一些像盲点侦测 部分的主动的安全配备 他有少这些部分 那再来的话我觉得是 Open Pass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他有两种动力让你选择 所以他的价钱人举就很大 128.8万到179.8万 而且他在2.0生活轮增压 又有两个动力输出 也就是说双引擎三动力输出 所以他的选择会比较多 而且对于他的外观 还有他的内装安全上面的话 当然不会少太多 所以他的价格也比较高一点 除了刚才乃哥推荐给大家的 两款国产车啦 然后还有一款是Volkswagen的车型之外呢 接下来欧系啦 还有韩系也有三款的代表 对不对 德哥 对 我们先从Cordiac 就是最近他卖很好 其实也不是最近 一定没好几年了啦 而且他最便宜的车价是从129.9开始 那事实上Cordiac为什么一开始 大家就很期待 因为他等于兼具的就是实用性 而且还有帅气度 因为他的外形他是从过去概念车Version S 衍生而来 那买这种5加2座的休旅车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那后面第三排座椅是当作备用的 他不用常常使用 可是如果你把他当5座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空间开阔度很好 而且你偶尔就是过年过节 亲友来 有时候只是差一个人哦 你就不用开两台车 真的 所以就是在便利性上 他会让人家觉得满意 他在动力配置上呢 他有1.4的TSI跟2.0的TSI两种 那2.0他等于就具备四驱的功能 而且1.4他150匹坦白讲 动力不是太强 但是你不会觉得不够用 你也感觉顺顺 那再来就是MQB的平台呢 其实刚性一直不错 而且再加上他的车身尺码差不多4米7 但是轴距已经逼近了2米8 所以空间的开阔度很棒 而且第二排前后滑移18公分 那再加上他还有8寸的MIB的这个 就是多媒体的影音 然后还有270公升到630公升的这个空间变化 那第二款呢 Centafé就是Hyundai的 那韓剧常常出现 你会看到很多韓剧的巨男美女 他都是开这个车 所以无形中你会被感染到 那现在Centafé是进入了第四代的版本 新世代的样貌 前卫时尚 而且呢他还有一个Luxury的package 那在动力的配置上他有两种 一则是2.4的四缸涡轮汽油引擎 这个汽油引擎呢是4WD 就是四驱版本 185P 24.3公斤米的扭力 所以你开起来你会觉得 哦他开起来再加速的那个爆发力 会让你觉得还挺满意的 但是2.2升呢 他是用柴油涡轮引擎 但是他动力却比4.4的 2.4的四缸涡轮更强 他有200匹 而且配置巴素的手制排 扭力更强到45公斤米 而且他是巴素再加上 这个这么强的扭力油 你全油门吹下去的时候 前轮还会空转 因为他这个柴油的版本 他只配置 就是只配置前驱版本 而且行李箱空间呢 可以到625公升 那包括SCC主动定速加车距 他都有 那再来是Santafe Santafe我们讲完了 再来就是跟Santafe一样 原生车款 就是第三代的Sorrento 那Sorrento呢 他是我们以GT-LINE的版本来讲 他其实是配置 2.2的四缸柴油涡轮引擎 但是他有200匹 扭力一样45公斤米 但差别 他其实跟Santafe算是原生车 差别是在于他是四驱版本 就是全时四轮驱动的 那他同样有SCC主动定速测距 那4米8的车长 但光轴距就 也是接近2米8啦 就空间变化表现很好 但他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他还有个ATCC弯道循机控制 就是以他现在第三代车型 我觉得成功人士会喜欢 因为看来大班 那再来就是他全时四驱抓地利好 又有一个ATCC的辅助 所以你即使载着全家人上三下 你会觉得操控表现就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区域